各位NPOST年会的贵宾,大家好 首先要感谢主办单位的邀请 让我能够用远距预录的方式 参与这个别具意义的活动 同时,我也要特别欢迎BRAC的创办人 暨主席Sir Fasley 他的到来除了将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之外 也代表着台湾NPO与设计的发展 在国际上已经取得了一席之地 大家应该要感到相当的自豪 BRAC是全球极具影响力的NGO 同时也创造出相当成功的社会企业模式 Sir Fasley深信 社企是改变不平等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透过创新的方法运用企业管理和市场思维 就能够为贫困者找回自己的力量 今天BRAC不仅成立了商业银行 它的行动支付平台Bcash 更拥有超过2500万个用户 同样的,对我来说 社会公益和企业获利不必然是相互竞争 各位就可以扮演中间的这个转接器 让两种价值合作共融 这就像是一把大伞 在每个团队实践社会使命 往不同维度创新的同时 也能彼此支持,互相学习 共同来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 在这个星期三 位于建国花式浴室隔壁 台北最精华的地段的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才刚刚开幕 接下来全台湾的朋友都可以在这里举办活动 并对于联合国的17项永续发展目标 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 从11月开始 我们每周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 也都会在这里上班 欢迎大家来找我聊天 共同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 当然,台湾各地都有不同的社会样貌 不同的社会创新 我们不会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台北 除了透过远距会议的方式 结合各地的社群之外 我们也会实际走进全台湾的各个区域 从这个月底开始 我会固定每两周 到行政院在台中、嘉义、高雄、花莲的办公室 和当地的社群进行座谈 最后,感谢各位的聆听 我也要预祝本次年会 圆满顺利 大家都能够在自己的领域找到前进的方向 一起创造出合作 共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